主動環保站 慈禧志工張秋梅買首分類 午餐時間也客串當起大廚 曾經開過便當店的她 掌勺功力一流 以前做吃的 做自助餐 做便當 坦白說 當時是覺得 我不想做相機了 很累了 可是這個姻緣又來了 說害怕 但也是覺得說 做中也是很歡喜 我們可以煮這麼多的食物 讓大家享用 除了做吃的生意 她也經營過服飾店 當初為了賺錢 經常到處求神問補 但都沒能得償所願 後來姻緣際會遇上慈禧 才讓她的心安定了下來 因為我自己走過這樣魚吃的 我所要尋找的 我終於讓我找到了 所以我就鞭策自己 我一定會很精進 我會以我的身體力行 而不是用說的 就是抱著這樣的信念 受政成為慈濟志工後 她開始積極參與各種勤務 每個工作都當成是修行 我們修行就像我們開車一樣 黃燈是警告了 紅燈就是完全不能去做的 綠燈才能夠通行 那我們修行如果正確的話 就是像在走紅綠燈的時候 你才能通過 就是往正確的路去走 當慣了老闆娘的張秋梅 非常熱心 她也把這份古道熱場 發揮在帶心人的工作中 期盼有更多人 能走進菩薩道場 找回佛弟子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 然後呢要聽法文法 我能夠成為說法無礙 變才無礙 這樣子的說法傳法者 idade人的 壞人的